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7月31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关心屯区的建设喜讯 太平区平邻国小新建至今已有53年的历史 105年时评估东洞大楼耐震系数不足 无法修缮需要拆除重建 经过多方争取下教育部统一补助3800多万元 加上市府自筹900多万元 这天市长林嘉龙特别出席动土典礼 预计新校舍将新建地上三层 可提供13间教室在明年8月完工 让学生有更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 众人手持信向向四方神明行三局公里 企求校舍重建工程顺利圆满 新建于民国54年的平邻国小 其中的东洞大楼在105年时 经评估奈正系数不足 无法修缮必须拆除重建 总经费多达4800多万元 在多方争取之下 经费终有着落 获得教育部的承诺跟支持 补助了3800多万 地方也配合 编了900多万的配合款 总共东大楼的新建工程 将近5000万的工程预算 能够来到位 所以今天如期的来举行动土典礼 我们希望未来 用最快的速度来完成新建 在105年也就是两年前 我们有三栋校舍是经过补墙 那这一栋东大楼是拆除同建 那还有一个外大楼是 我们也经过享品 接下来就是升取我们的补墙 跟补设的工程经费 那如果这样全部都完成之后 平邻国小就会是一栋非常安全 而且舒适的一个教学环境 校方表示105年时陆续完成 三栋教学大楼补墙工程 而东栋大楼原是作为特教班 健康中心专科教室以及图书馆 使用将近50年 不仅老旧校舍也严重损坏 为此教育部同意补助3880多万元 加上市府自筹款970多万 让校方能够新建一栋安全 多功能的新校舍 有关于一些教育的投资 像设备或一些相关的预算 我们可以说编列的特别多 我们希望能够拉近城乡的一个发展 那么其中在平邻国小 这个也是办学很有特色 那这个校舍也老旧危险 我们改建之后呢 可以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第一场 开底安工程圆满 两层级11道 众人一同动土 宣告工程正式开工 新建校舍预计新建地上三层 可提供13间教室 提升耐震能力及消防安全设备 并将设置电梯 以及无障碍坡道出入口 改善无障碍设施不足的问题 预计明年8月完工 建成章台中餐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